Save me baby 若今夜我失眠 You'll be my remedy You'll be my sweet candy 若我真意的猜忌 So save me baby 若今夜我失眠 You'll be my remedy You'll be my sweet candy 若我觉了熟夜思念 你就帮我点眼 因缘成夕阳红的旋 在彼岸你的舌尖 Save me baby Save me baby 若今夜我失眠 You'll be my remedy You'll be my remedy The only remedy The only remedy Oh yeah 这首歌叫做 若今夜我失眠 来自椅子乐团的新专机 欢迎收听FM96.3 阿利昂原著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 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 对刚刚这首歌是不是有够好听 他刚刚入围了今年度基因奖的最佳名谣单曲奖 每一年的基因奖入围名单就是我补课的时候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椅子乐团的全体团员 跟他们的制作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就请大家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首先要介绍的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来 大家好我是黄荣毅 那很开心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是黄荣毅 待会有很多故事再来慢慢请教 好接下来是椅子乐团的三位团员 大家好我是椅子乐团的主唱陈仲颖 你好 大家好我也是椅子乐团的主唱 我叫永靖 永靖 欢迎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也不是椅子乐团的主唱 我是贝斯手 我叫Benson Benson 贝斯手欢迎 椅子乐团现在是三人的编制 双吉他一贝斯 然后双主唱 那么这张专辑我们会 待会慢慢听 会听到一些可惜乐手会出现 所以有地方会有鼓手 椅子乐团在今年出版了第二张专辑 这张专辑的名称 蛮可爱的叫乐福利圣代 其实就是Lovely Sunday的意思 那么这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了 第一张专辑是2016年的Cheersland 那么你们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很多的好评 当时就入围了三项精英奖 包括最佳新人 最佳明耀专辑 最佳明耀单曲 而且当时就已经找了一大堆超厉害的乐手来助阵 横空而出 获得万众瞩目 那但是在这之后呢 听说椅子乐团进入了撞墙期 在去年出了一张单曲 好像差点就要解散了 还好当然后来事情没有那样 所以我们才会等到这个第二张专辑 故事要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我想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听到椅子乐团 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你们之前做过什么事情 咱们就话说从头吧 我们应该要从多早开始说起 从大家的出生开始说起 你们的基地是在台中对不对 台中一中的三位社团同学 其实我们三个是高中吉他社认识的 所以我们音乐起点也是在吉他社 之前大家是不会任何乐器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 进了吉他社才开始学吉他 对 我自己是比较早一点点 不过我们都是在吉他社学的 所以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就是十六岁之类的 对 OK 所以算算到现在几年了 十年快十年 将近十年 将近十年 好 十年生涯 以你们的岁数来说就是天长地久 在一起一辈子 在一起大半辈子 所以在台中一中的吉他社认识 三个人认识了 然后开始学吉他 那个时候就有想要自己写歌 然后就要来组团了吗 还是到一开始应该都是在学别人的东西吗 对 嗯 就是练一些很基础的东西 练比较多 就是我们老师也希望我们做这样的练习做比较多 那时候七雄已经蛮早就开始有自己在写一些东西 哦 对 所以我们有到 我记得高二的时候 可能在社团的表演上面就有 还是高三 我记得 好像是 对 高二吧 高二我们就写了一首 就是为 那时候都会有成果仔 对 成发 对 我们就写了一首主题曲 但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练习创作 并且在人前公布 不是只有在卧室里唱给朋友听而已 对 嗯 那时候都写些什么东西啊 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John Mayer 其实从国中到高中 哦 对 所以那时候因为练吉他嘛 就觉得哇 就是要写那样的歌才是很帅 确实写的出来的话会蛮帅的 对 但John Mayer看谱是没办法的 对 因为那个律动很难抓啊 对 所以那个不简单 那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你们那个音乐创作的路程 你们自己觉得中间蛮重要的转折是什么 开始有比较认真的想要去用比较完整的规格去做一张对得起自己的创作出来 这样的想法是后来怎么落实下来的 嗯 其实我们是上大学以后一直还有在用自己的创作来开始去比赛 嗯 不过那个时候的眼界就仅限于在比赛而已 那是参加了哪些比赛 哦因为各大的呃 其实很多大学都会办类似的吉他比赛 哦 明歌比赛 哦是 对 那可是我们是一直到大三的时候 就是大家慢慢有的要实习 有的要慢慢就是找不同的方向 对 那我们到那时候决定说 好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做一张自己的作品 嗯嗯嗯 不管之后怎么样我们就是把它留下来 就趁着你们这个大学生涯还有一年多的时候 对 本来那时候只有要出EP而已 哦 不过后来阴错阳差我们遇到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 嗯 季炎佑 是 他就鼓励我们做了一张专辑 哦 其实误打误撞 嗯 就还做了蛮多的尝试 是 椅子乐团的第一张专辑Cheersland 制作人季炎佑 他是在台中那个地方 很有心要要去创造一个音乐场景出来 是 所以他他真的还蛮用心的 而且他是有这个音乐工业的规格的理解 所以他可以帮助你们这些 可能当时还没有太多专业录音经验的大孩子 嗯 怎么把音乐做到比较专业的状态 但当时你们手边的兵器也比较有限 对 所以第一张专辑确实就是木吉他编曲为主 但写出来的歌确实是很很有自己的样子 所以才会让大家有那么深的印象 第一张专辑录了多久那时候 已经应该有一年了 一方面还要在熟悉录音的一些 该有的一些过程 还有一些器材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加上我们也是 其实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曲是边录边写 边录边写 就不是以这一 第一张是写好再调歌 但是之前就是边录边写 所以花了比较长时间在做编曲 嗯 嗯嗯嗯 你们真正第一次进专业录音室 就是在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吗 对 是 所以第一次的那个震撼经验就是 发现录音室里的监听喇叭 会把所有的错误都放大放出来 对 那这个时候制作人的角色蛮重要的哦 是 他倒是就慢慢的引导我们 就是 什么角色该做什么事情 或是怎么样的过程 该怎么走 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呃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 温习一下 2016年 当时有入围的三项精英奖 当时入围的最佳名谣单曲讲的是 我们现在背景听到这首歌叫做 《后山舞曲》 欸这首歌很可爱 当时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灵感 这是永静写的 对是我写的 嗯 我们那时候在录专辑之前 我们去单车环岛 哦 就是我们三个还有之前的 之前的团员还有些朋友 嗯嗯嗯嗯嗯嗯 其实也是那次的单车环岛 让我们开始决定 好我们要 来来做一张作品 你好像兄弟会的仪式哦 哈哈哈哈 是 OK 好 对啊 彻夜谈心 哈哈哈哈 对 对 那 其实那时候环岛我们花很多时间是在花冬 嗯 因为我们就决定其实就是要把时间留给那个地方 那 确实那个地方 我们的花冬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它就是给我们很多的感受还有灵感 嗯嗯嗯 不过这首歌很有趣是我们其实是在台南 诶屏东 屏东的时候 嗯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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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那個時候因為這個音階調很大的音 其實很難填詞 然後填中文也很困難 然後因為那時候剛好有一些阿美族的朋友 然後就想說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把一些不一樣的語言帶進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除了問阿美族的朋友以外 所以有沒有什麼母語想要跟你們學學看 我也上了教育部的小學生母語教材 去查了一些 所以後來就用了這些母語來放在歌曲裡面 有請阿美族的朋友幫你正音一下嗎? 有有稍微 可是有一個真的很難 就是一個他們在羅馬平是低的那個音 喔那個我一直發的不是很標準 那試試看 沒有關係因為我一定沒有你標準 你要不要現場念一下那句怎麼說來著 我直接用唱的好了 好呀好呀 其實會有就是那個音調的差別 我那句唱 Withang Withang 那個 喔 它是一個舌頭要抵在上顎跟牙齒中間的那個地方 對對 可是我一直其實我一直揣摩不出來他們所有的那個感覺 他們就很簡單啊 就是這樣 我就一直做不出來 OK 沒關係誠意十足比較重要 好 我們就來溫習一下 這是2016年 讓椅子樂團在台灣獨立音樂圈受到很多注目的一首歌 歌名叫做《厚山無趣》 有朋友啊 看那照亮東海岸的太陽岸 海風吹過來味道帶點煙瓣 是家鄉的味道 伴隨鳴笛聲穿過山東尋放平原的花 �� « Emma Latryuu-gui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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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u» 羿滿黃色的捏碎一起作伴 Ah 情 혼 nen為蒂OOK 2堂 ik cuickuishes 一天只会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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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us-titrage ST' 501 Sous-titrage ST' 501 夏季大雨来 那就唱出这块土地被自认的火力吧 唱出这块土地被自认的火力吧 唱出属于我们后山的无趣吧 听见不同的文化 美好时刻要与你分享 阿里亚96.3 欢迎回到FM96.3 阿里亚原著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的来宾是椅子乐团 这支年轻的组合 他们在2016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就获得了蛮广泛的注目 刚才我们放了他们的成品曲 后山舞曲 然后现在背景听到的是 后来的第二个不同的版本 这是拦掉摇滚版本 制作人齐歌 还有十九两的阿姬也都来注正 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形出现了这个版本 这个是去比那个星光三月的不差地很大 然后就是很幸运的第一名 然后他们就提供说一个机会说 你们挑一首你们自己的歌 你们很喜欢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重新搞一遍 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 他给你们一笔制作预算吗 还是他们让你们随便挑 你们要找谁都可以 制作预算都是他们cover下来 然后乐手要找谁 那个是齐哥他那时候的想法 所以他那时候跟我们介绍两个乐团 我们很喜欢就是The Black Keys 还有那个Alabama Shakes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然后也是还有我们的口味就是 就参考的美国草根路线 做一个更黑的版本 果然不太一样 我们也稍微听一小段 你看同一首歌一样的旋律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编曲跟律动啊 还有这种很谣的吉他啊 这谁弹的啊 勇敬弹的 不错 John Mayer John Mayer Oop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出了这个还蛮有劳火味的感觉 好就大概就是2016年是你们玩乐团生涯蛮重要的一年吧 你看获得这么多的肯定又得了奖 照理说看起来顺风顺水的 乐团应该是可以很顺利的继续发展下去 不过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会干扰 包括校园生涯结束了 要面对出社会的挑战 也包括做音乐会撞墙 也包括哥们儿十年的情谊难免会吵架翻脸 对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你们2017年做一支单曲之前 那个时候这个团到底是什么情况 从四个人变成三个人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陆陆续续的发生了 就是其实我们在 我觉得我们乐团的历程跟很多乐团其实不太一样 是我们是做了地藏专辑以后才慢慢知道 我们要真的怎么去经营一个乐团 所以其实是等于说地藏专辑发行以后 我们才开始摸索怎么经营乐团 对因为像其实在地藏专辑的时候 我们是因为三个人都是吉他手 对所以是这个部分谁有idea就谁去弹 就是一个谁出点子谁负责 对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演出的时候 那个主办单位都非常头痛 就是因为我们的乐器会一直大风吹 对那所以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找了鼓手之祥加入 我们慢慢才分配到我们现在的乐器编制 对可是其实我们在乐器的想象上 其实还是蛮多性质的 因为毕竟我们大家的同质性比较高 都是吉他手 都是吉他手 对所以在我们开始学会使用编曲软体 就是DAW之前 我们后来慢慢 因为我们在写歌的时候 都是在练团的时候 就是慢慢去摸 可能跟想要尝试 跟大部分乐团是一样的方式 可是这个 这样的形式看来对我们来讲 是那个时候来讲是不work的 就是我们的限制就是在那边 就没有办法再想象 你们想象跟大部分乐团一样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能每一个人在练团或jam的时候 他们会每一个乐器会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我们本来会有这样的尝试 想说大家都加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是在练团的时候直接jam出来 看至少先jam出一个出席 但是后来尝试过之后发现觉得好像真的不太 不灵 因为同质性太高吗 对应该就是这样的问题 你都是学吉他了 然后我们还是同一个老师就要 我们的思考模式很容易就是 根本快要一模一样了 这样子 但你们三个人各自喜欢的音乐类型 本来也各不相同啊 照理说应该会贡献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主要是契乐的限制 就是说我们后来在编曲的时候 像我们在做新专辑的时候 慢慢知道说 我这边也有一个一片的东西 把这首歌来让它粘起来 然后或这边我需要有一个比较 比较有比较刺出来的频率 或什么 我们到这段传绩慢慢知道说我们要干嘛 但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全部都要用其他去模仿 了解 刚刚这个听起来很像盖房子的比喻 这感觉是图木系的柏园 比较那样 什么时候是梁柱 什么时候要有板子 什么时候要有B机 不过确实是这样 慢慢要用结构性的思考 去体会一首歌的结构 怎么样去成心 2017年 椅子发行的一首单曲 叫做建议是看开点 这首歌就跟你们的第一张专辑 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不过好像做这首歌 做到差点解散是吧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制作人容易 容易开始来救火 那时候容易已经跟他们在一起做这首单曲了吗 其实很有趣是16年年底我开始 因为我跟永静从16年年中认识 他搬台台音乐节 然后就相遇 然后后来因为我继续做制作 我本来还在建议老师那边工作 然后后来我离开好多以后 我就有在做一些制作 然后刚好就有去看他们练团 所以就有像刚刚他们提到说那个练团互相 Jane的那个过程是有点有点笨拙的 因为他们还不太清楚一个乐团要怎么样制作一个歌 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说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单曲 让这个乐团可以继续运作下去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有没有意愿啊 我当然觉得很有趣可以尝试 因为永静这个时候已经丢出了建议师看开点的demo 但是因为永静他在写歌的时候想法非常的多 然后歌词也很有趣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过程 加上那个时候志祥在编谷啊 我们在对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讨论 对对对对 所以算是一个蛮蛮刺激的尝试 就很多东西都很新 然后我们也第一次合作 对对对对 结果成果很好 是是 当时是你们其实之前在得了星光三月那个奖之后 就去了一二楼 也真的就尝试了不太一样的乐团编制 然后我想那次的经验应该让你们对声音的处理 有比较细致的掌握 至少不再全部都是木吉他主导 那但是做到建议是看看脸之之单曲的时候 又可以再把更多的可能性放进来 我相信制作人的容易的加入应该是很重要的 他可以做仲裁 可以给你们second opinion 就是在大家相持不下或者全部干涸的时候 提供一点贡献 中你要不要说一下 你觉得容易加入对你们整个这个化学变化最大的贡献或者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他比较像一个黏着剂 黏着剂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在准备要开始这个尝试的时候 就是会互相闪说我这个句子或你的句子我要互相闪 但是又闪的不是很完全 容易就会跳出来说我们就直接拿什么跟什么直接把主角 他会直接做定夺 OK 或是他会一直鼓励我们再去多做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换不同方式来思考这首歌曲 OK 所以终于还是把这支单曲做出来了 建议是看开点 我们今天可以尽量多听听椅子乐团在不同阶段的作品 因为他们的歌都不太长 我觉得他们是保持了60年代流行乐的美好美德 就是单曲最好是两分半钟到三分钟 这首歌三分半钟的长度放在现在的独立乐团作品 算是一个短小惊悍的篇幅 但是它并不显得小 该有东西都有 听起来很甜很可爱的一首歌 但你很难想象在做这首歌的过程 这个团差点就做不下去了 好我们听听这首歌建议是看开点 然后回头来我们跟椅子乐团继续多聊一些 oh yeah oh yeah yeah 你可以自已的苦爱 你知道眼泪多奢侈卖 把所有情感融化 我羡慕你拥有这种享受软弱的浓力 oh yeah oh yeah yeah 超过五千个给绝望求情的日子里 我思想着撑动的时间到底有没有穷尽 思考让我活得此生为快乐的平均 但我忍不懂该如何 请教你什么是自由的意义 oh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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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愿然请你继续任性发光吧 我愿陪你情绪解放 哦 到每一个天亮 一次要一次划开自身甘惯离场的窗牌 哦 到每一个天亮 看一遍 时间过去就会亮晒 一次要一次划开自身甘惯离场的窗牌 看一遍 时间过去就会亮晒 再次划开自身甘惯离场的窗牌 再次划开自身甘惯离场 看一遍 时间过去就会亮晒 阿里亚就有点伞 今天下午的阳光 我觉得很可疑 让我搞不清自己是否在梦里 I was running I was hunting 在山里 寻找一头 elephant in pink 它在哪里 可以在山里 寻找一头那边 I am going to wake you at me 一定的级简单 你后�리都不是 Aly 光球的还可以 但我忍就搞不清 现实还梦的分析 I'm always running Always hiding From something Like Forget it baby 想去哪里 Baby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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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带掌声 这首歌叫 D-D-D 来自以子乐团 他们在2018年 发新的专辑 Lovely Sunday 乐福利盛呆的开场曲 欢迎回来FM96.3 阿里昂原著民族广播电台的 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我们在跟以子乐团聊 他们在这张新专辑之外 也顺便回顾一下 过去这两年 他们其实是蛮丰收的一段旅程 中间也不免有一点曲折 但是好歹碰到对的人 事情还是可以继续往下走 刚才这首歌 D-D-D 你可以听到以子乐团这个团 他们真的有无与伦比的旋律的才华 写出好好听的旋律 然后在声音的处理上 我听到了早期New Order的律动感 然后我听到了冲浪摇滚的吉他音色 还有那种 Vulture Ventures那种感觉 但是整个音场听起来是很温暖的 以子乐团放在现在台湾独立乐团圈子里面 他们特别厉害的点 第一个是这个团两个主唱 两个人都能唱 然后他们的和声编写就很有想法 所以你会听到人声在这个团 主唱的表现是很重要的 大部分的独立乐团 意识到主唱很重要的比例不是太高 但是以子乐团有两个很能唱的 然后因为三个人都是吉他手 所以他们对吉他音色的想象是很丰富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他们三个人喜欢的音乐都不一样 再加上制作人的贡献 他们各自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元素放进来 融合成现在我们听到的这种风格 一种会让我们想到古时候的某一些昏黄的美好岁月 但是又带着一种摩登的质地啊 对 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开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如果是讨论的话 其实我们一直在很多讨论的阶段 是去年 但是真正录音应该是今年的可能二三月的开始 你们这张专辑有去申请文化部的补助吗 有的有的 当时拿去申请的是什么样的材料 其实我们拿去申请的材料是去年做的一些歌 但是那些demo没有一首用在这张专辑里面 那些歌通通都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这段时间我希望是我们都是脚步放慢 然后我们在等待新的东西出来 然后那个新的东西会是更好的 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 所以最后我们写出了十首全新更好的歌 了解 干脆就用这十首 之前那些demo也说服了 评审老师们愿意拨款给你们做专辑 但是我们有十首更好的 你们交出了更好的升级版 文化部 因为我好几年没有担任那个评审 他们的那个补助案 那个案子你们申请到多少预算 是八十万 八十万 哇哦那很宽裕耶 真的可以做得很高级哦 挑起首歌去LA录弦乐也不赖 希望 一首歌把钱花光 不过确实这样就可以把整个规格拉得更高了 刚才制作人容易他有稍微讲一下之前你在剑骑那边工作过 那其实你年纪也挺轻的嘛 也是90后吧 是的 今天坐在我们录音室里的几位同学都是90后世代的哦 但真的 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 你要学本事要学技术 只要有心 学的可以学的很快 但是还是要累积实作的经验 你跟到剑骑这个主管还不赖 因为他应该是全中文世界最忙的制作人 是 可是大学时期有上剑骑老师的音乐制作课 然后后来就密切的就是想要跟他讨教的东西 然后毕业以后短暂的有在那边工作 其实很短不到半年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自己出来多做一些创作跟制作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模式是怎么样 你有自己的工作室 自己的基地 有自己的录音室跟器材 是 但是这样制作的部分可能不可能一直长 每一年 一整年都在制作 所以大多分时间是做一些配乐 配乐 了解了解 那这张专辑 大部分的录音室也是在一一二楼是吗 是人生的部分在剑骑老师的录音室 就大小眼录音室 OK 然后鼓的部分是在一一二 嗯嗯 这次的录音经验 因为有了之前的学习 有之前的经验 所以应该再进录音室去录的时候 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应该更有信心一点了吧 尤其是经过了去年的磨合 跟再整理 这次这张专辑 第一首真正完成 让你们觉得比较把握的歌是哪一首啊 有十首歌 其实过程中 最早写完的是Rolling On 对最早是 其实是我们最满意的歌 Rolling On 就放在专辑最后的歌 就是最早写完的 听说最早写出来的歌跟后来的样子还蛮不一样的是吧 最早 对Rolling On的话 最早的歌词 跟后来 其实是有差异的 嗯嗯 最早其实 我们这首歌 后来歌词放了很多 比较 跟西匹 60年代的西匹 或那时候 有一些比较印度宗教的 有 我听到里面有在唱哈利克什纳 对 其实是一种致敬啦 那一开始写的是 呃 前面歌词是有点厌世的 嗯 本来它是一个厌世的歌 有点像是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后来对 后来觉得不行 我们不要 其实勇进创作能量很强 然后他也会受他生活所遇到的状况影响 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是会写一些像 像鲁蛇啊 像一些生活上的发展师 然后 但是我的角色就是 我相信我 我可以看到事情好的那一面 然后把好的那一面发挥到最大 制作人的角色是要把正能量带回来 我觉得这张专辑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最后 剿出的这个作品我们 都会一直回味 一直觉得很好的回忆 所以去 当然有些地方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是蛮有希望说 我们接下来可以做得更好更好 下一张专辑下下张专辑 是是是 我们的世代把厌世当一种习惯 或许这个世界没什么值得期待 但那都与我无关 我是一个飞翔的笨蛋 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 这个是正能量吗 嗯要想一下 其实后来会有这样的转变是 因为这一年 我这一年刚好在当替代艺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念社工系的 然后所以我这一年是在万华的一个 比较是平民的社区 是是 在那边服务 在万华的社区做服务 对 OK 所以其实这一年有 蛮多对人生新的想法 哦 所以后来觉得 想要用一个更宏观的方式 来留下一些什么 那是你本来之前的生活经验 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的群体 对 所以那个经验给你带来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嗯 其实因为我在进入这个社区之前 我就已经接触过一些比较弱势的群体 是 可是因为这个是等于说长期蹲点的感觉 蹲点 是 然后因为社区里面很多的老人家 嗯 然后当然身上者 嗯 然后各种议题的朋友都有 嗯 那我就思考到人生 哦 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 可能90岁了 哦 那他最后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人 哦 那每天他的 呃 所思所想 哦 可能就是 什么时候要再领钱 哦 然后什么时候吃饭 哦 那我就不禁会开始思考说 哎 当你在离开人世的 你离开人世之后 我们完全都没有办法知道 预测 那个 那些事情 那可是 嗯 在前面的这段人生 我们是 就是很难得 我们有这个 机会 我们活着 然后我们跟这个世界 可以有很多的 连结 嗯 对 所以 呃 这年 我想了很多 那我希望说 哎 我是想要在 有生之年 跟这个世界有更多美好的连结 哇 这个替代衣服的挺值得的 是 是 没错 其实一方面也是 因为之前真的太晚睡了 就是 哦 所以大家也 有一个很棒的经验 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 就是因为很早起 会很早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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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重点是 就是我的床呢 是在窗户旁边 哦 然后 早上都是被太阳晒起 OK 可是那个太阳带来的那个天空的颜色实在太美了 哦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必须记录下来的感觉 好 早睡早起的人生 还有早晨的太阳 把你从虚无的深坑里面拽出来了 甚好 对 90后的孩子们 肝还很新鲜哦 所以可以随便熬夜没有关系啊 怎么吃都是不胖啊 可以让很多的时间拿来虚无啊 颓废啊 黑暗啊 不到我这岁数就知道 早睡早起还是不错的 就没办法熬夜了 好 我们听听这首Rolling On 有很多像60年代的摇滚乐致敬的痕迹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而且确实 听这首歌你会想到的是 替代仪的那张床上面晒进来的早晨的阳光 你不要转台哦 因为等一下乙姬乐团带着他们的乐器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唱歌给我们听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唱着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爱爱做你的伴 你是我的伴 头戴白色花白 脚踩彩色花白 全旁一杯酒 我心爱 戴上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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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心爱 就知道我的 dt 你都爱 只是只有得没有 在你我的房政 看起来不DI trem Zither Harp 住着一礼啦 住着一礼啦 酒店一季风我信赖 住着一礼啦 住着一礼啦 酒店一季风擦来的时尊 酒店一季风以风 早上都走来的时尊 有个酒鲜的母流 在你我的房中看起来没什么样子 唱唱一块酒 住着一个人 住着一个人 唱点一句话 住着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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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我们和椅子乐团的三位成员 以及他们的制作人 一起在聊这张新专辑 并且顺带回顾了他们在过去这两年经历的很多的这个陡峭的学习曲线也好 或者是对彼此的全新认识也好 或者发展出新的合作一起工作的方式也好 刚才这首歌 我们听到一个非常抢戏的萨斯丰 这就是你们再次和这位台湾现在应该是萨斯丰界一哥 谢明燕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常来要上我们的节目 对真的还蛮抢戏的 销魂啊 然后这首歌是重影的作品 对 要不然说一说怎么会写出这首抽烟喝酒的歌 我觉得会写出这首歌可能是因为 因为我家里会每个礼拜五或六 然后就会有聚会 就有聚会 可能我阿伯家姑姑家我家 可能大家一起吃晚餐 吃完之后会喝酒聊天 就亲戚固定会聚会聊天 其实也算是一种 有时候是一种书雅 就是在外面觉得太累 在跟大家聊天 哇你们家族感情不错耶 算还感 对啊 那 大概我觉得是因为受到这个启发吧 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 虽然大家聊天都在讲自己 分享一下最近自己的事情 但其实 呃 大家都分享自己的 但是你自己内心也许还是有一些 什么去不太敢拿出来跟大家聊 或是一些 这种我是 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嗯嗯嗯 对啊 所以才会写出这首歌 这首歌啦 就是一种 这种 这种 就是有一种心有千千节 对啊 说不出口 有时候需要酒精催化一下 对对对 让自己暂时忘记自己 嗯 或者有时候就豁出去就说了吧 对 也不管后果会怎么样 哦 是 呃 这首歌的 我们听到了除了谢敏燕的沙斯峰之外 对这首歌有客席鼓手的贡献哦 这个鼓这个乐器不好弄 呃 尤其是鼓手不是固定团员的情况之下 对 要怎么样让他的声音融入 现在这个阶段 椅子乐团的声音里面 这个就是制作人要费点苦心的了 是 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荣毅说一说 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像是手捧一杯酒这首歌找到尊龙 其实是因为我跟永静都很喜欢落日飞车 嗯 然后那时候就有这个念头 嗯 因为尊龙是很有特色的鼓手 是 然后我们甚至到真正录音前 我们都还没有真的跟他坐下来三个人好好讨论 哦 然后我们就录音了 然后结果录音的时候 尊龙就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哦 例如大概第一次组歌那附近 嗯 有一个敲鼓棒的声音 哦 那个其实他一边打到的 他不是不小心的 不是故意的 真的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因为后面就没有再有敲鼓棒的声音 哦 对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敲鼓棒的一个很帅 哦 好刺哦 就觉得很多东西是很不可 不可预测 但是这也是有趣的地方 所以我们找到像这样的鼓手在这种歌 我们就觉得非常幸运 是是 这张专辑两位鼓手来头都不小啊 尊龙他是落日飞车的鼓手 落日飞车现在是台湾独立乐团圈 已经是指标性的乐团了 而且他们在国际市场现在开始发展 发展得很不错啊 那另外一位鼓手是白克迪 很厉害的一位鼓手 他在台湾也混了蛮长时间了 因为Cody是就是 他是苏佩卿的老公 然后也是苏佩卿的乐手 那因为我在剑晓老师那边工作的时候 有跟佩卿去北海道巡演 那那个时候就跟Cody就蛮聊得来 然后也了解他对音乐的热情 所以这一次有一些歌 我们能够邀请他来 就是注入很多火力 然后我觉得也是蛮有化学效应 是是是 椅子这张专辑的声音 确实是相当成熟的声音了 很完整很成熟 然后很好听 风格也还蛮多样的 没想到椅子唱台语歌也还蛮销混的 真的还不错 那今天接下来的这段节目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空中现场的时候了 今天仲颖跟永静都带了他们的木吉他来 然后博源带了他的贝斯 哇原来班森博源的贝斯 是Paul McCartney用的那一款 Hoffner贝斯也 好选 而且在台湾不太容易看到 而且在乐器行也不太好买 对不对 对你是 来来来来 博源要不要讲一讲 你这支贝斯的故事 好好奇哦 对这个是去 跑去日本的时候买的 在日本买的 对 然后 但是它是Hoffner系列里面 最低阶的 对 OK 那时候看了觉得就很帅 但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是Paul McCartney 你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对 至少两次后来我说 诶这很帅诶 然后就说 哦那个是Paul McCartney的 哦真的啊 所以也是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觉得他前身长得像小提琴 很帅就买了 哦也是有这样的哦 我跟Beatles不算是很熟 对啊 好 我知道了 你们团里面永静是Pito阿宅 对 待会有机会再多探讨一下 好 那这把贝斯现在已经插上了小音箱 现在放在我们的录音室的桌子上 弹一弹 让我们听一下贝斯的声音 这是今天会帮我们负责铺陈打底的声音 然后呢 重影带了一把木吉他来 刚刚他在排 稍微排练一下 还把那个塞在音孔的那个塞子拿下来了 因为今天是不插电的方式 永静呢 也带了他的吉他来 你们的吉他看起来都还蛮有来头的 很像 都是Fush的吉他 好像在录教学 现在宇慈的现场演出会是用什么样的编制 什么样的情况 主要是我是弹电吉他 那今天因为就是不是他电才带木吉他来 是 所以你们会是 重影弹木吉他 对我还是弹木吉他 然后永静弹电吉他 OK 那你们会在演出的时候找柯西的节奏鼓手来助阵吗 还是就你们三就上了 对我们现在会找鼓手 我们最近比较常合作的鼓手是潘伟翰 就是粉红噪音的鼓手 那他也帮Vest and Hazy还有Urban 是是是是 最近这个 椅子乐团还会有一系列的演出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可以去追踪他们的FB粉丝专页 接下来比较大托的应该是12月的简单生活节 那之前也会有录去有一些演出 你们会在台南有一场音乐节的演出 那个名字还蛮蛮可爱的 叫贵人散步音乐节 贵人散步音乐节 所以台南的听众朋友或者南部的听众朋友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下 那除此之外陆陆续续会有演出的机会 就可以去粉丝专业上面去追踪一下 椅子的现场应该是很好看的 那在那之前 今天要先让他们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来唱歌给我们听 椅子的歌还蛮多首的 我也不知道今天要唱什么 好来先介绍一下吧 今天第一首要唱什么歌呢 我们今天第一首来唱刚刚还没有播放过的一首歌 叫做Slow Down Oh Slow Down 这首歌这首歌还蛮有趣的 因为里面有像The Beatles致敬对不对 对有一句歌词是说 Sing Along to Penny Lane 就是跟着Penny Lane这首歌很长 跟着Penny Lane唱歌 但是要去金门大桥 就是想像一个公路 这个公路可以从利物浦直通旧金山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什么样的状况写出这样一首歌 这是永静的作品 其实有歌 也是我们在做专辑的尾声的时候 把它做出来的 那这个的剧 其实有个雏形很早就有了 我跟荣一很早就在讨论这首歌 那只是一直到真的是尾声的时候 才比较有一个比较满意的感觉 那主要是我觉得心境去调整过来的 因为像容易刚刚说 上一段节目说过的 就是他想要我们在做这样专辑的时候 其实不要去想太多不确定的事情 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把心态调整放慢 然后就可以做出一个 用最舒服的状态去做音乐 所以这首歌曲它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到达这个状态 它就出现了 OK 所以确实做出一首 会让人想到温暖的阳光 还有对金门大桥沐浴在阳光中的样子 波秋金山说起来还是蛮冷的 当然还有Penny Lane 有机会应该要去利物浦朝圣一下 没错 好那接下来 已经有计划了吗 这个还没 没关系 日子还长得很 接下来我们在现场交给椅子乐团 我们来听他们演唱这首Slow Down Slow it down Oh why don't we Slow it down Take a trip to a lovely town On an any given sunny day Driving a small red van Sing along to many lane Until the stars arise again Ba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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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ip of coffee,a cigarette until the stars arise again ba da da ba da da ba da da slow it down,oh yes baby slow it down take a trip to a lovely town on an any given sunny day slow it down,oh why don't we slow it down take a trip to a lovely town take a trip to a lovely town on an any given sunny day slow it down,yeah slow it down,yeah slow it down take a trip to a lovely town on an any given sunny day yeah,yeah slow it down yes baby slow it down take a trip to a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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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离开校园没有太久 现在正是在人生转折的阶段 出社会 然后一边玩音乐 一边自己其实本科读的也还不错 在准备人生 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 那也有等着要去 等着要把硕士念完的也是有了 现在还在校园里面的 贝斯手Benson现在还在硕士班 不过眼看也快毕业了 马上也要面临一样的抉择 所以你们现在接下来 接下来一定会面临生涯的抉择 工作跟音乐人生之间 要怎么去协调 这个哥们有讨论过 要怎么去克服这些挑战吗 我们还不知道 对 不过我们确定的是明年 我们是有个共识 就是说希望可以继续做新作品 然后可以的话 可以往海外 看可以做一些巡演 哦 要离开台湾 对 去试试看 对啊 不过说真的 到那个关头之前 我们都还不知道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是哦 不过就切招写看 嗯 切招写看 现在你们各自有 已经有在上班有工作了吗 还是 有 就是我现在 是自己 因为现在目前只有我在台中 对 众影也留在台中上班 对 那 所以变是 比较很长的 往返 哦 对啊 所以 我觉得目前 因为里面最确定的 应该是我自己想要 我大概明年有一会话 应该会往台北 发展 OK 就是也要当北漂的意思 对对对 你这样公司主管听到会不会 没关系 众影本科是念什么的 资工 资工 所以你现在也是在资讯 相关的产业工作 是 哦 好啦 台北相关的工作机会 应该也不少啦 对对对 好 所以接下来 弟兄们就会在台北集合了 好 嗯 那 永静你本来是念社工的 对 嗯 所以 呃 你 现在 在 除了做音乐之外 还有在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呃 其实目前就是在社会局当替代艺 那 马上就要退伍了 所以 接下来 会给自己一点时间 充电一下 那希望可以继续做音乐 所以 基本上心是比较定一点的 音乐继续做下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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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Bansom 硕班都快念完了 你硕士班念完 家人应该会期待你 继续走图木工程这条路吧 对啊 我妈一直叫我考技师 考技师 嗯 但我最近不是很有时间念的 我会努力的 哈哈哈哈 这是播给妈妈听的 妈妈 可以听我吗 Namen 没关系 反正大家走着瞧 看着办 现在这个时代 做音乐也不像以前 好像你知道 古时候的乐团 是我那个年代的乐团 当兵要当两年 然后那个两年回来 真的人势已飞 兵变的兵变 这个 耍他的耍他 这个真的就很难了 不过现在 真的就不太一样了 而且 做音乐的方式 也更灵活了 所以 只要大家有心 一切都有可能 你看过去那两年 都已经过来了 对 但是现在看起来 容易跟你们感情还不错 好 刚才我们听了 现场实况版本的 Slow Down 接下来还要让 椅子乐团的Chairs 在我们的录音室 继续唱歌 介绍一下 接下来要唱的作品是 我们接下来来唱一首 也是刚刚 可能还没有播过的歌曲 让大家有点惊喜感 好 我们接下来 这首也是英文歌 对 那这首歌是 比较一点六零初期的感觉 是一首歌叫做 Every Day Every Day is Sunday Every Day is Sunday 只看歌词的话 会觉得这个歌词 真的超级简单 就是国中一年级的英文 可以听得懂 但是早期的流行乐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语言简单 不代表歌简单 好 我们接下来就把现场 交给椅子 然后我们先把这首歌听了 待会回头来再问一下 这首歌当初是怎么写出来的 1,2,3,4 这首歌当初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首歌当初是怎么写出来的 to be with you to be with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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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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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hey little girl every day is sunday every day's a new day yeah to be with you to be with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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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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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woo yea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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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woo yeah why did it not stop this? 夕置乐团 刚才听到的是椅子乐团在阿里昂电台现场演唱这首很cute很可爱的复古流行曲 every day is sunday 好可爱的歌 对 哇 高歌也是ok的 帅帅帅帅帅帅帅 你要不要稍微說一說這個部分 照理說以你的年歲 應該沒事不會去聽到這些 你還沒投胎的時候的東西 其實我聽音樂 歷程一直都蠻奇怪的 所以像小學的時候 跟同儕就聽得不一樣 那時候大家都在用 Foxy抓盜版音樂 Foxy我天啊 時代的眼淚 那那個時候當然 我也是有這樣做 可是同時就是因為那時候 在家裡的車子上 就是會播一些卡帶 錄音帶 不知道現在聽眾朋友 還是不知道錄音帶 是 我們多少還是知道的 那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播一些巴林的老歌 爸媽的錄音帶 可是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機緣 就是他們不知道哪來 就是一張Pittos的 The Past Masters合集 其實他們也不太聽Pittos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那一張 然後就從那張開始 就是就開始追Pittos 哦 對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起點 OK 所以從The Beatles 作為起點 你就開始聽六年代的東西了 對啊對啊 其實其實我不是那種很 Dadegan的那種 聽音樂的習慣 就是說這些元素其實 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從小聽的 所以它是在腦袋裡面 是有一個 可能像植入一個晶片一樣 沒錯 在那個兒童的階段 腦子正在長 所以那個時候聽到所有東西 就被長到你的那個腦細胞裡面去 對 一輩子都甩不掉了 還好當時聽到的是The Beatles 哈哈哈哈 是是是 那每個人在成長過程 聽的東西都不太一樣啊 你看聽說這個Benson 就是日本CGA的大粉絲對不對 沒有錯 對啊所以專輯裡面 你也有貢獻一些 那個還蠻特殊的 哈哈哈哈 我我我我想 呃 應該沒有吧 哈哈哈哈 沒有啊 就是音樂雖然 就是 呃 日本那邊的一些動漫音樂 聽很多 但是 怎麼講 我我好像沒有把他們的精神 發揮到 自己的音樂裡面 不完全是受那邊影響 嗯嗯 對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 呃 動漫方面的音樂 是除了動漫方面 其實日本的動漫 那個那個音樂 真的有夠厲害 尤其這這些年 這二十年來的發展 已經跟我小時候 又很不一樣了 那 在那個之外 你還有在 大概平常自己 會聽些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 其實 亂點亂聽耶 之前 像之前有一段時間很 就接觸 像 Jaco Pasterius 哦 Jaco Pasterius 然後我就覺得 彈貝斯的那個大神 對 他是神 然後 我就 然後他有一堆神的朋友 嗯 你就看到神在一起玩耍 那樣子 你看了那個 他Jony Mitchell 演唱會的實況嗎 他們有好多演唱會 你看了就是 嚇死人了 嗯嗯嗯 在 四十 四十年前 他們就完成那個樣子 對 嗯 不錯不錯 那 Jone呢 Jone自己 自己的音樂 養成 你的那個 那個知識結構 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我 其實我小時候還是 都主要還是聽流行歌 我一直到開始學吉他 嗯 然後 我們老師會開始推薦一些 英文的老歌 老師會推薦英文 對 你們老師是什麼來歷啊 嗯 他 我們老師是在台中 他算是 滿資深的 社團的吉他老師 就是在社團教吉他 對 他教了三十幾年 哇哦 對 所以他也是經歷過不同的年代 對對對 三十幾年的話 就是從校圓民歌的末期 開始就在教吉他了 對 他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做那種秀 秀唱 秀唱的樂師 哦 了解了解 是是是 所以因為這樣就開始聽一些英文老歌 對 然後一直到 可能高二高 高三準備考試 我就開始聽 跟著他聽 Beatles OK 就被推入坑 對啊對啊 拔不出來 嗯 不過多聽的Beatles是很好的 因為對於寫歌的旋律 安排跟結構的思考 會有很大的幫助 嗯 然後會寫出一些 聽起來簡單 其實很不簡單的東西 這就是椅子樂團 讓人喜歡的地方 呵呵 好 呃 今天的這個空中現場 還可以再繼續唱下去 他們還有歌可以唱 所以接下來要唱什麼歌 介紹一下 嗯 接下來我們來把 嗯 我們專輯的第一首歌 嗯 用現場的不差點方式呈現給大家 OK 滴滴滴 對 這首歌叫做滴滴滴 聽說是最後才寫好的歌 嗯 其實跟Everyday Sunday是不相上下 滴滴滴大概是前兩週 Everyday Sunday大概是 前一週 母代前一週 交母代的前 前一兩個禮拜 沒錯 就是最後專輯還差兩首歌 對 對 對算是 容易就說你一定要我們就是 我們就做到三十分鐘 哦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 我心中是充滿髒話 不過 可是以成果來看我們 這兩首歌都是非常喜歡的 還不錯啊 創作 對 創作有時候不能靠靈感 要靠壓力 壓力來的時候 靈感就有了 是這樣沒錯 所以 嚴厲的製作人有時候是必要的 不要太寵他們 哦 永遠 好 我們把現場交給椅子樂團 聽聽看這個現場版的滴滴滴 OK 1 2 3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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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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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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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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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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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牵着我的手 我们一起逃走 直到海岸先尽头的尽头的尽头 藍莓色的太平洋 像是你一身的洋装 勾引着我的眼眶 腰口 腰口 孩子要的腰口 腰口 腰口 勾引着我的眼眶 我们一起逃走 直到海岸先尽头的尽头尽头 买房的更爽 像是一条稍拙的弹 所有的东西 所有统统统统背起来 勾引着你的名字 轻轻叫一声 我们一起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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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发行的新专辑 所以你要不要稍微交代一下 呃 就是 呃 有时候就是 人生不同阶段嘛 越描越黑的角色 就是有时候情欲会比较 就是很想要展现一下 要展现一下情欲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写歌还蛮保守的 就是在出力我们的 就比较走小倾心路线这样 对对对 这是一个尝试 就是我想要跨出这一部 要奔放一点 对 哦 要把肉体的欲网写出来 对 结果也还好啊 也还好 对 其实对啊 就是跨过去 就这样而已 对 这个还是普遍集啊 也不过对啊 要退去 退去了洋装 还要用金黄色太平洋来做比喻 这还好啦 这个OK啦 是 不过对啊 在音乐的处理上 这首歌跟我们听到的那些歌 又不太一样 它的整个那个 律动的节奏感 有一个不一样的安排 所以听起来就有 对 我觉得不能只看歌词啦 要跟音乐一起去理解 一起去接受它 就有了 对 稍微温度高一点的感觉 升温 升温 来说一说你们这次在 做这张专辑的过程 有什么 跟做第一张专辑 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 环境也不一样 然后自己的条件也不一样 然后音乐的领 领悟也不一样 当然还有容易 这位制作人啊 真的是 让你们可以继续走下去 蛮重要的黏着记 对 各自有什么 比较受用的学习吗 在做完这张专辑之后 不管是从创作或者制作 或者录音室的经验方面 甚至于对你们舞台演出有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我有一个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会在 不管是舞台也好 应该是舞台吧 就是我们会很在意说 我们呈现出来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样 就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 不够嗨 或者是不够怎么样 可是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重要 是我们 我们把那些不重要的烦恼 我们就都把它抛开 像音乐以外的我们就 就是可能也是我们比较冲突来源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 就是 拿 我们就把它移开 我们全部就是在 以音乐为主 就集中在把音乐做好 对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你那个音乐 就对的时候 大家都会感觉到那个感觉 哦 OK 所以就是变成我们是用 把音乐变成一个语言 在沟通 是 那其实这样感觉就舒服 哇 这个还蛮有哲理的 就是 我总结一下 刚刚这个发言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需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才去做音乐 而是把音乐做好 快乐自然就来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 我还是蛮好奇的 因为 这个整个事情里面 我觉得制作人容易应该是 最能够旁观者亲 但是你又 必须要在他们当局者迷的状态之下 去帮助他们做出决定吗 你觉得椅子乐团 现在这个状况 跟你刚认识他们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 已经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了 什么个不一样法 一开始 有很多的迷惘 就包含第一张专辑之后 的一些发展 那 我们一起像朋友一样 聚在工作室 然后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然后每个礼拜 好像都在 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排除掉 然后我们回到 做音乐的状态 是 我们渐渐的讨论的东西 就是聚焦在音乐上 就不是说 现在怎么经营啊 接下来怎么有收入 我觉得那些东西 都是之后的事 而且也不是我们 音乐制作人的事 我们先把音乐做好 好的事情自然会发生 就会吸引到好的事情 然后抱着这样念头的时候 我们很轻松 所以最后 我们取了这个名字 然后每个礼拜六日 尤其是礼拜天 我们录完音 然后各自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可以去听这些 录音的档案 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礼拜的开始 我在想像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心理压力应该是不小的 因为他们有一些负能量 你要承载那个负能量 又要把这些东西转成 比较正面的东西 再丢回去 把这个东西扭过来 一开始应该比较辛苦吧 我觉得 就会有很多的能量 它不一定是负的 它有时候正负相交 尤其是永静 他很多话想要讲 有时候就一个晚上 大概他就讲一个小时 讲蛮久的 然后现在这个时代 拿着电话 保电话周 这是古老的仪式 就是我们对生活上 反而很多交流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那个频道 再慢慢往音乐切 就是我们在享受做音乐的过程 然后这过程会反映出来 我们的心境的变化 所以也像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为什么最后收录这十首歌 几乎都是18年心血 大部分 那是因为我们18年 是很多音乐的能量加入 然后很多好的事情 也渐渐在发生 我们感受到了 所以记录下来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确实是这样 这些人听完之后 心情会挺开心的 很好的专辑 有的专辑听完之后 会觉得人生虚无 没有出口 但至少 好啦 至少让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惨 之类的 但是这张专辑 Lovely Sunday 就像专辑的标题 给我们的感觉 是一张 听完之后觉得 还挺温暖挺开心的歌 当然里面有一些线索 遗留了之前的某一些纠结 或者是某一些试探 不过最后 终究还是找到了出口 所以这是蛮不赖的事情 对 我跟你们讲 听众朋友 励志的东西 温暖的东西 正能量的东西 阳光的东西 不代表它是浅薄的 No 要把那样的音乐做好 反而是更难的 真的 真的是这样 不简单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五月天的励志歌很好写 那很不容易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 这个歌 作词人 就有 Benson 贝斯手柏员的参与 因为前面有一些日文的部分 到底那日文在唱什么呢 等一下听完歌回头来 让他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首歌叫日常的镜头 对 只看歌名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不对 听歌 听歌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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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见 티二 永乐 彼音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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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的人们都一个呀 忙碌的交叠出幻想的日常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変わらない日常 何と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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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歌詞是 早餐時間下午三點 不刷牙也不洗臉 雙牙 不刷牙也不洗臉 雙牙是不是 隔壁的街有炒飯也有炒麵 但我只想大便 副歌是 教我 教我 教我尊貴的 午后之王 午后之王 我看你好像很满意 假日的秩序都听我一心另想 很满意哦 你是不是很生气哦 不要用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还好 好啦那个版本要是发行的 也是一帆风景啦 只是不太一样啦 那还要顺便 让博源帮我们解说一下 这个日文歌词的大意是什么 这个其实很好玩 一点去 去跟兄弟 跟兄弟聚在一起 那就突然就 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 应该有一点日文进去 那大意是这样的嘛 改变不变的日常 就是一成不变的日常 哦 然后 何必幸福就是 总觉得就是 还是挺幸福的 哦 为什么很幸福呢 为什么呢 因为 今天又在路上 看到好多可爱的妹子 然后第二段就是 今天也有很多可爱的女孩 说到话了 就是跟很多可爱的女孩 说到话了 哦 好 这是宅男青春梦 我们还刻意加了一个 嗯 有点大叔的感觉 了解了解了解 明白明白 也算是蛮励志的啦 是励志的 是 你看我们了着了着 不知不觉 节目时间也快要到了 我们还有歌还没放到 我们应该还没有放到的歌是 阿琪哦 嗯 阿琪这首歌 阿琪是一只狗的名字 是 是 然后这个是关于狗跟 阿嬷的故事 对 嗯 听说阿琪狗狗本来一度 因为年纪大了 身体不太好 所以很担心 不知道他是不是撑得下去 对 现在写这首歌的过程是 是 阿琪几岁 十二十三岁 十二三岁 确实是年纪大了 对啊 现在阿琪还好吧 他现在很好 OK 那我就放心了 我也放心多了 嗯 所以 阿嬷后来有听到这首歌 有 有 我们也有邀请他来台中的演唱会 嗯 他有什么评语吗 嗯 其实 我的奶奶 算是我的大歌迷 所以 她每天都会上YouTube去 哦 真的 去看我的歌 所以 当然她是喜欢的 所以我蛮欣慰的 OK 哇 奶奶是你的大歌迷 每天上YouTube 对 为了要听孙子的新歌 要学会用YouTube 然后注册 注册Street Voice 对 点击流量就是这样 哇 谢谢奶奶 今天就以阿琪这首歌 作为我们的结束曲 在这边再次推荐听众朋友 一定要完完整整的听完这张 Lovely Sunday 就是今年 我们很喜欢的一张 台湾独立音乐的作品 要跟你们说一声恭喜 然后不管未来的路怎么样 至少大家有个共识 是音乐作品要继续往下做 所以也很期待你们接下来的新作 到时候再来我们的录音室继续聊 好 谢谢以致乐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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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制作人容易 谢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耳朵借我 我是马世芳 我们就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 阿琪跟小白狗 比新下广告厉害帅的狗 你故意对我歪歪头 歪歪头 舔我脚趾头 你以为这样出门就不用吧 来到公路 高娃来劲头 每一个邻居都认识你 他们说你是个高校天王 其实你只是懒得说 你的梦是当个塞着手 你爱公路的资料 走去表格 爱情爱自要 对我心的爱情 心中只有奶奶一个女人 你问她奶奶在哪里 在哪里 她就在哪里 这是其实该有的甜和柔情 手都冰上了你的身体 你爱公路的资料 你爱撤撑的自由 早去不要搞 故意乱扭扭的自由 爱找朋友的自由 早去不要搞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